凌蕊 你拉我出来干吗呀 我话还没说完呢 真的是 他们那么说你 怎么让他们在那里 好好把这顿饭吃完骂 那么势力的人 就应该被我们实力打败 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因为 因为那帮人 是一帮酒囊饭带 遗臭万年 人生共分 人所不知 我跟你说 虽然我知道 我平时不穿高跟鞋的手 也很有气场 但是我今天最后悔的 就是我没有把我那双 十一厘米的高跟鞋穿来 不然刚刚我看那个 臭男人的时候 我就可以这样 我就可以这样看他 你 你笑什么呀 有什么好笑的 这种时候 是不是应该亲上去啊 也有人 有人也没事 亲吧 亲吧 我不生气 我不生气 你也别生气了 我 你没生气 那你刚刚干吗 那样 那样 因为他们说得也没错 我上学的时候 我家里的确挺贫困的 也接受了很多资助 那他们也不能那么说你 这些 本来就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我没想过避讳 至于 他们说你的那部分 也没错 你是真的厉害 我不像你 脾气这么好 我不像你脾气这么好 脾气这么好 上次剩我的气 应该剩完了吧 上次不一样 怎么我想什么 他都知道啊 我讨厌 黄霖 怎么了 我能不能 拜托你 帮我一个忙啊 不会是变态吧 别吓死我 别吓死我 看起来好好笑 我问你 走 又是你回你家 我回我家 怎么了 我突然有点不舒服 我每次一来这个的时候 就不舒服 我需要有人照顾 那我送你回陆家吧 回陆家干吗呀 你也不在陆家 再说了陆家那有谁照顾我呀 回公寓吧 好好好 我送你回去 你先坐 坐一下 你也知道 我最近因为结婚嘛 就比较忙 没怎么收拾 平时家里不是这样的 你知道我的 我这需要点热水 把这就好 你也不知道 我给我 我疼了 唉呦 疼了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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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暖水袋在哪儿 我们家怎么会有 暖水袋这种东西 那肚子疼的时候怎么办 我从 忍着 我这会儿 想回房间稍微整理一下 疼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切成蒸� 切成蒸的 不 Alab死 切成蒸汁 盐大蒜 十分钟 切成蒸汁 2个 人真的不能撒我 怎么说来就来啊 妈呀 这玩意怎么太疼了吧 这 今天才会给你 河一边 我会不见 说得呀 对呀 我即将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 方宁 我给你烧了点热水 你喝完的水会好一些 谢谢 小心头 一般那个时候不都喝红糖水吗 喝红糖水和喝热水 对缓解你的症状没有任何差别 那这个五周吧 谢谢啊 不行了我 那要不要再喝点热水 我不要喝水 我要你 那就睡觉吧 睡觉 哪个意思啊 你自己睡 太疼人了 我现在整个样子对吧 也只能我自己睡 你 你去哪儿啊 我都这样了 你就不能陪陪我 留下来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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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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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 脚抬上来 哎呦 别着凉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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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 还真的好多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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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睡觉了 我这么疼怎么睡得着啊 你这样看着我 你怎么睡得着 那 那你给我唱歌 唱歌 你又不是小朋友 睡觉前还唱歌 你那么喜欢小朋友 你肯定很会唱 耳哥啊 睡眠曲啊什么的 唱两句 我不会唱歌 你唱唱了吗 这个朋友 你不会唱歌 你快睡觉吧 那你肯定是跑掉 哎呀算了 不会那你了 念书总行吧 你旁边 最上面那本 你给我念书 我肯定一会儿就睡着了 就看到这儿了 新生儿的养育 念吧 嗯 杜芳妮 你为什么这么想要一个孩子 是啊 为什么呢 小孩儿真的是有麻烦有讨厌的啊 但是 我不知道啊 也许是因为 一个人生活久了 有时候想想 回到一个空荡荡的家里 有一个小孩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最长还哭唧唧的喊妈妈妈 想想生活还挺有趣的啊 你要是不念的话 我能不能抱着你睡啊 用着你身上的香味 一会儿就睡着了 说疼就疼啊 说疼就疼啊 你抱着这个也一样 不抱算了 我不挑的 睡觉了 睡觉了 好 你为什么这么想要一个孩子 也许是因为 一个人生活久了 有时候想想 回到一个空荡荡的家里 有一个小孩儿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最长还哭唧唧的喊妈妈妈 想想生活还挺有趣的啊 嗯 晕瞧 人生坎坷 这么好的机会 他都主动抱你了 气氛也刚刚好 后来可以再试一回吗 偏偏肚子不争气 我没想到 给你准备了早餐 吃点儿吧 谢谢啊 那个 你不用在这看着我吃 你去上班吧 我这吃饭还挺久的 等你吃完了早饭 我有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那行 我不吃了 你先说吧 早晚都要说 反正 谈离婚谈分手 我是不会同意的 上次的事情没成功 你干嘛突然跟我道歉呀 之前 在游乐场 我其实挺开心的 但是因为这份开心 是一件错事而带来的 所以对你发了脾气 抱歉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你发脾气 生气就生气 骂人就骂人 我陆芳宁没有那么脆弱 还有 我想清楚了 我不应该武断地评价你 没有资格生育一个孩子 划过去的温暖 或许你比谁都更适合 有一个孩子 也更容易做一个好妈妈 笑一个吧 心底笑柔软 但是这并不在我的人生计划之处 流星虽然惨了 但终归是短暂的 如果你结婚的真正目的是这个 第一次相见你 我像我并不是合适的人选 所以 我想我们还是解除婚约吧 产生的一些结果 我都愿意承担 我都已经数不清 一点点的熟悉 我不同意 那如果我坚持呢 我不生孩子了 不必这样 我知道我现在说的话 你觉得我在骗你 但是我实话告诉你 我跟你结婚不仅仅是为了孩子 我是想顺利推荐我的英菲尼特 现在平白还没有真实上线 如果你我就此离婚的话 不说其他人 陆文斌第一个就不会放过我 但我赚钱才是最糟糕的事情 至于孩子嘛 一年以后也可以再生 之前我的行为给你造成了困扰 实在很抱歉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正式恢复合约内的关系 对了 晚上记得早点回家 别让别人怀疑 我刚刚也骗到他了吧 我肯定骗到他了 也能那么单纯 没错 先把人留下来 陆芳妞 你做得很好 年纪真好 只要人有了 孩子就会有的 钱我也会有的 冰锐啊 你逃不掉了 非常好 我现在还发现了 我已经被吞弹了 因为我现在没关系 刚刚也没关系 所以 może走死吧 如果没有魅寧 但我不要离开 蜜蜜了 中国人